供养阿尼不是供养他 因为他们有个佛学院 160多个人 他是毕业了 闭关了 他的师父派他出来学中文 将来还可以翻译佛法 他是代表一个团体 然后呢 他们现在很多毕业了要闭关 没有房子 他们160多个人慢慢起来的 那没有房子给他们闭关 那如果各位你比较有福报 你就帮他们改一个闭关房 他们可以闭关一段时间三个月 甚至三年三个月 听说一个闭关房住两个阿尼 他们闭关很认真哦 那现在他们毕业了叫闭关 没有房子 那如果你愿意帮他出 听说一个闭关房是 五千块美金盖好 那可以住两个人 然后以后就轮流很多人闭关 那如果你要捐也可以 他就会写你名字在上面 阿尼也可以随喜 反正他们佛学院嘛 然后随喜这个供养出家人 特别比丘尼 那明年阿尼要带很多人 我也会去去他们的佛学院 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贝马林巴 莲花生大士 如果你愿意去 这也是去佛国 人家说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叫不丹 因为到处都在拜佛 莲花生大士 你也可以参加最好 不过参加我都劝人家 钱带多一点 每天一直跟我借钱 很多人出去都跟我借钱 哎呀布施好哇那个好 因为都是功德啊 那个要贴佛像 那要供养僧人 到后来都跟我借 因为我已经吃过了 哇带很多 还是不够用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布施 因为供养三宝 你看到这么多人在修行 这么多比丘尼 这么多比丘尼 你就会很想供养 因为他们很认真 特别我们是佛教徒 而且他们有些寺庙要重盖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都会想要帮忙 好 我们先来回向 来 共生功德殊胜行 私生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苏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密 南无 沙多南 三秒三不陀 居之南 大字塔 欧 这里诸里 尊提萨摩合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失 后必得安乐 供养一切 当愿众生 所作接伴 具足佛法 献世者 家中父母 消灾严寿 福寿百年 快乐自在 回向所有往生者 欺世父母 历代祖先 冤亲在主 永离山土 升天升净土 戴亚塔 班战者 阿瓦阿波达 那耶说哈 好 阿弥陀佛 谢谢 阿弥陀佛 祝福家 各位今天 受报官灾戒 至少发一个愿 愿将来做人 一定出家 好不好 然后就开始很努力 帮助众生 出家也要精进 不精进 也很不好 精进 来修自己的菩提心 如果你的心圆满 你没有寺庙走到哪里 也圆满 对不对 如果你的心不圆满 你寺庙盖着太大 也没有这个饭店大 意义也不大 我想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 这是饭店 这不是寺庙 但是我们的心态可以改变 真正的寺庙是你的心 所以人家问你 请问你的道场在哪里 慈悲心是我的寺庙 慈悲心是我的道场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有行的是帮助无行的 但是不能卡在有行里面 不能为了盖道场 为了一些 然后就伤害到慈悲心 那就不好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的生命才是道场 他的生命变成经典 那是最好的道场 因为你要按照经典 去修行佛法 所以 那这经典讲的是什么 有因果啊 轮回啊 的真相 进一步讲出离心 讲空性 讲众生是母亲的 大悲心 讲的是每一个佛 成佛以后 菩提心所得到了各种的 帮助众生的力量 方法 那就要讲这个 那我想这一节 我们目的就要把这些法 释迦牟尼佛的法 每一个佛菩萨的法 用你的深口意 然后去修行表现出来 那就是对佛菩萨最好的供养 所以他们从小出家 就是在训练 训练 功课很多 修行很苦 他们那边 就是故意要这样 那这样大家才会认真呢 认真到他们心态很专注 很认真 不会生气 因为佛法最重要 你用慈悲智慧 被杀死你的业障 也不能怪别人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杀别人 要杀你 这是业 但是你碰到这个业障 自杀来了 你还在慈悲与智慧 你在阿弥陀佛 那时候你还超度了 而且你还谢谢他 你让我去极乐世界 还快一点去 因为你让我修忍辱 修慈悲 就像释迦牟尼佛 你看 释迦牟尼佛魔王 带了几千百万人 要杀死佛陀 佛陀变慈悲心 佛陀那个时候 修慈悲波罗蜜 我过去是怎么慈悲 他就想这个 结果所有的魔 攻击的武器都变莲花 这样子 魔就攻击不到佛陀 所以各位因为这个转化很重要 转化 所以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唯有你自己欺负你自己 所以就像刚刚讲了 今天对方骗你钱 你不甘愿 那你又真的被骗了 那时候你要想 哦 惭愧 刚刚讲了 我过去骗过他钱 而且钱是假的 没有人骗我的钱 因为没有这个钱的东西 那这个人做小偷 做强盗好可怜 你又变成悲心 所以你这个钱 还可以度对方 他真的拿到你钱 他是拿到甘露 拿到功德 他心态就改变 就像碰到你 碰到你身体 他心体变了 有一位为摩节居士 他是从不动佛净土来的 他发愿 所有因为他长得很帅 他说 所有的人碰到我 乃至他又观想自己 变一个漂亮的女人 所有男人摸到我就解脱 亲到我也解脱 抱到我也解脱 因为他那时候变成不动佛了 所以那佛教就教我们这个 你要利用各种因缘 转化 但是这里面不能有恨 不能有抱怨 不能有我被欺负 永远要记住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很重要了 你如果懂了这个 那你就每天都在修行 生老病死都在修行 那各位你要会转 就像你听到你心脏 蹦蹦 蹦蹦 怎么越跳越快 这跳到快没声音了 没声音 越来越慢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那你要转化 你不能说完蛋了 完蛋了 没穿过了 要死了 所以跳快 那就念得快 跳慢 念得终于没声音 就超度了 因为身体就是极乐世界了 那你不能被你身体的生根石 卡住了 因为你执着身体的生根石 就没办法了 然后你儿子来看你了 看到我都看到阿弥陀佛 那时候你还真的变阿弥陀佛 很庄严 你儿子 我妈妈脸好红 身体好软 还有香味 那他会很高兴 因为我妈妈去极乐世界了 因为你心里在极乐世界 知道吗 那如果那时候 啊 嫂 嫂 啊 你还脱脆脊了 也就那么大人不惋戏了 因为你很怕 你就啊 那你就完蛋了 死亡是必然的 把死亡也变成快乐 帮助别人 就像刚刚施生法 你要经常练习 今天晚上回去你就提早睡觉 啊 怎么有人真的来吃你身体 你老公来了啦 那你继续给他关就好了 真的小偷来了 要把你杀掉 抢你的钱 那你八关再见 你就马上升天 但是你要关 身体是假的 但是你心才是真的 这个叫关自在的关 各位一定要学哦 念阿弥陀佛 你变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的悲心 念阿弥陀佛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极乐世界 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你的念头还是很紧 抓得很紧 所以我这样讲 听起来很简单 事实上这个才叫难 对吧 这个才叫高 但是你要不要做而已 但是所以你要一直练习 练习得很习惯 就像你上车 哇 这下要五马分尸了 哇 司机开那么快 正好解脱 那时候修十身法了 愿所有车祸都发生在我身上 其他人都不要车祸 那你就开始坐在车上 用响的 结果反而不但不会发生车祸 本来这条路有三次的车祸 通通没有了 因为你都把它转化了 你都把那些制造车祸的灾难 都给转化了 因为你已经承受了嘛 失身法就是说 车祸给我 健康给你 这样啊 痛苦给我 快乐给你 那你要一直练习这个 那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各位就了解 你不会修没关系 你不会念佛没关系 你不会念阿弥陀经没关系 你有那个心最重要 你有那个心去想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这么复杂 那这么复杂 要照顾公公婆婆 要照顾老公老婆 要照顾儿子 要照顾工人 很多事情可以忙 但是这些都变成佛法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每天就 一天就修了好多好多的佛法 那你变成有法 因为这个佛法已经变成你的生命了 你透过吃饭啊 都可以 你眼睛在看东西 你不要想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变阿弥陀佛的眼睛 变观世音菩萨的眼睛 让被你看到的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被你看到的眼睛都恢复健康 将来他也看到真理 看到极乐世界 那你的眼睛在看 要这样 你的耳朵在听 那不管他们讲什么话都在说法 都在奥马尼备美奥 因为他们出声音都在奥马尼备美奥 所以他们功德好大 他们都在念经 他们将来都可以去极乐世界 每个人的心 你不要去想他好心坏心 你会被他影响 这个人心很不好 你也心情不好 那你就乱掉了 只要他活着 他有想法 他的心就在想净土 想菩提心 你要这样想 所以他的心态 就一直在 只要他有在动 他活着 他随时都在想 奥马尼备美奥 就像我们 刚刚我在转这个 只要有活着 他的心都在转经轮 他的心都在念大悲众 那你要转化他的心 但是你又不要被他影响 他虽然想的是坏心 想要骂你 抢你的钱 设计你 那你不要被他影响 因为那那个是假的 不管他想什么 那个都是一种幻化的 好心坏心都是假的 但是你要主动把他的心 变成奥马尼备美奥 变成心经 这个意思了 变成奥密陀佛 他骂你 你就想他骂得很好 阿弥陀佛 他把极乐世界给你看 那就是世界由心转 你自己守好这个心 世界就跟着你转 但是你不要被世界转走 那世界有这么多事情 所以你要用很多很多的心 看到可怜的人念财神 看到不健康的人念药师佛 看到心情不好的念观音菩萨 你看到什么你就要转 但是不要被他转走 什么叫转走 小朋友在看卡通影片 就是被他转走了 一下哭一下笑 一下打仗一下失败 一直在那边哭哭叫叫鬼叫 你去看爱情片 你又被转走了 你干嘛看爱情片 这么难